小时呢,我问老师,这是油管这个实质过的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这个 这个实质过后的实质过呢 到底要等多久才会生息 那清潮呢,等很久的 那是说,楼梯不要造型,它比较稳熟,比较慢熟 包括呢,实质过都是一锅开开后 刮过后后,再开一锅花 要如何照顾它果实的这个 算是它的这个程序 这个皮筋大概要用几次 它第一次使用 还有加淡泡酒量的台肥四十三 成长中呢,它还有加海藻丐 恩酒,用味噌 还有这个细片 现在目前 我们后面说的 就是说这个调割了的一个这个 这个百香果 差不多是多久 大概呢,多久会成熟 那这个形式的一个这个 这个过程,当然就是看 比如说它还是阴天 它通常呢 它就比较稳稳 就是说,简单来说 它的一个这个 这个生长量会稍微少一点点 那生长量,如果较少的时候呢 这个主人 主人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看到呢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呢 这个大量和它快 再来就是说它的一个温度 生长的一个 你开火的那段时间 如果是更冷 当然它也会稍微慢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间 这个成熟呢 和它的品种 和这个品种 有很大的 会有一些些关系 所以这个影响到的这个情形 其实也还蛮多的 所以在这里 可以让我们提前朋友 稍微做一个了解 这个体制胸就是说 这个时间 没有那么的一致 所以这可能是 在我们的栽培的时候 我们先知道一下 那么有时候就是说 在这个 简单来说 就是说 因为这个百姓果 其实我们现在在栽培 你要知道 它这个东西 解割的这个问题 要注意就是这个堵水 不就是它的筋 虽然有吃这个 它还是同样的 也是 也比较不容易有栽培 所以我们要去解割的 这个点就是这个问题 其他 其他说 你要对这个 来说 并说 我是不是要去用什么肥 还是什么样 目前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我们 一般来说 就没有什么 没有那么特别 就是要去把他做一个 这个 算 呃 需要说 去把他 管理到 拌到位 还是怎样 这很多人是这样的 这种 这种看法 所以 一般来说就是 说我们在背后的一个 这个 这个 使用 不用过量 不用过度的一个 这个 但是 呃 很多在我们 民众有好朋友 我们的 听友 他有种 这个百姓国 他们种 种的 那个时间是 含人家错开 他们现在已经收拾了 这个收拾的时候 就是说 他会去用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方面 他通常会 针对 其中一枝灰 比如说 他已经 大大到差不多 他会去 他用 一点点 这种 这个 十七号 这种 比如说 高财 这个 管理 这架 比较 更高 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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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这 当然 这最主要 就是说 我们在 其实在吃白箱果 很多人都会问 他会 针不 白箱果 就是要 算开 但是 他也是 这是我们 自己想的 杜索的人 也是 是 开锤 也是 想 问 他会 针不 这样 所以 这个 来看 这确实 也是 也是 要 在这个 定度 所以 你在 营养的时候 没需要 说 特别 去 什么 催促 还是 什么 这 没 这个 必要性 真的 没有 这个 必要性 没有 必要 说 特别 去 他 什么 要 吹 什么 什么 但是 我们 在这个 管理 里面 可能 更重要 这个 所在 可能 就是 要 注意到 要注意到的 所以主要是在路口 天 有时候 这个问题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可能在 在管理里面 是不是尽量在这方面 要注意下雨天的解决 路口天的解决 问题 这可以让你稍微知道 所以 这个时间 确实因为拼劲 和我们 它是没有很一致的 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在看 都要去看 这个 几天 就像 美朗粿 你说 哦 这个 开花之后 啊 这个 收粉 这个 35天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 算这个 算这个 时间 但是 那是一个 让我们 参考 因为 它的 性质 偶尔就会 它有时候留下了 过头期 对吧 过头期 就很 很难 拆受的 这种东西 就是在市场上就没有隔断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在政 通常就是说 也没有人会 特别去看 他就是用一个钓王 这个蚂子 去把他钓掉 如果生息就落下来 落在蚂子上 去收拾 现在 德索士都用这种方式 因为 这个有成熟 到没有成熟 它的品质差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 在这个静百香果来说 这个 目前 就是说 去解割的 毒水 第二就是 这个健康种苗 就是说 你用这个无病毒株 这个 这个脱毒苗 这个来 种 对到它 精配 这种 会比较好一点 这简单来说 是 可能是这方面 较要紧 你说就是说 这漏的漏 天是不是 的漏的 会比较 不容易 会比较慢成熟 这因为阴天的关系 就说日焦 就不久 所以这个有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的 这个成熟 再来就是说 我们在开灰 这漏水一漏水 我们通常在看 大概就是说 你漏水灰 如果是开刷 你如果是要補肥 感觉说 要補一顿 你在这漏水灰 开刷 刚刚掉了 已经有掉材了 我们慢慢看后边 我们都看 要製收 要補 補 製造冰 是看 要製收水 大后的水 可以把它噴一下 那水要熟了 其实另外一枝灰就会起来 已经够好了 另外一枝灰就会起来 另外一枝灰就会起来 另外一枝灰起来的时候 它凋割 这开灰后有凋了 你会製造冰 在那个时候 就有凋割 那时候才会製造冰 所以通常在这个时间 你可以这样来用 所以这个通常 正常 我们一般来说 在用大概三到四次 就是 補一補 你補一顿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我们 尽量可以 修改 这个 鲍鱼三瓶 三瓶是比较正常 但是 三水灰 一般是有一点点挑战性 就是 大概 大家要稍微知道一下 稍微做一下 这个控制 现在目前 我们在这个百香果 在种 大概就是 整个十二月 然后重大 膠肌 那时候开始来种 这避开这个病毒的 这个 所以现在差不多 在这个时间 它都会去捏捏 这个 这种 在败的这个时间 所以它一枝一枝 其实 有时候最重要 最重要 其实有个人的一个看法 肚子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 跟其他刚才说到 那两个 比起来 它其实还没有那么的重要 就是说 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因为 因为这个 这是让我们设施的 这种你如果是做不好的 它判施就判施就判施 所以 这部分 可以让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了解 就是说 在我们在败的时尊 这是一个很要紧的 就是说 相对这个肥料的 这个使用来说 当然是肥料也是很重要 但是 就是说 相对 含其他 刚才说到 它的一个 在水分的一个 管理 并说 不可以让它 堵水 一定要 要更快 让它这个 白水 比较好 淡薄 这通常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 这个要点 第一个 就是健康重要 这两个要先 结果 再来就是 这个正常的 这个管理 正常的 这个管理 这也是 很重要 要怎么说 叫做 什么叫做 正常的 管理 所谓正常的 这个管理 就是 这个 药物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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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种 这都是 我们可以 去 你需要 注意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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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这个 这个 我们在 在 摘培 这有时候 因为 现在 有一些 平静 就有点点 不太 一样 这些平静 没那么大 但是 这个 好像 效果还 不错 最主要 就是说 它没那么 痠 我们南方 可能 我们在 吃 习惯 都会 吃得更 硬 这其实 不是台湾 我看 在大陆这边 也是 同样 都 寄民的 文化 说 会 参加 但是 白湘国 你说 平静 如果不错 你说 要做到 哪里 有时候 有点困难 当然 你採收 那个 时间 也很重要 所以 这在这 可以让我们 和朋友 先做 一个 参考 这基本上 把 我们都 去读 到 这 的问题 这 让你 稍后 知道